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香港時間今天凌晨 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扯火 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猛烈地評擊世衛組織 到底這條貼文是怎麼寫的呢? 他第一句就已經罵了 說世衛組織真是活該 英文就是 The WHO really blew it Blewit就是那些美式的理語 接著特朗普繼續批評 說你世衛組織每年都獲得我美國大筆金錢之助 但是你行事就以中國為中心 而且你世衛組織之前還好意思 呼籲世界各國要繼續向中國開放邊境 幸好我們美國沒有聽你的腦點 他質疑世衛組織為何會發表一些不正確的建議 即所謂的Foughty Recommendation 而且特朗普還說到 說會考慮停止向世衛組織進行資助 而且不單止是他所說的 美國有些眾議員就開始在眾議院裡動議 就說除非世衛組織肯撤換總幹事譚德塞 否則美國國會就應該拒絕 繼續向世衛組織撥款 我覺得這個動議都不夠到位 為什麼? 因為你換人純粹就是換湯不換藥 最重要是連世衛組織的制度都換了他才行 要改革才行 大家都記得 在譚德塞以前 上一任那個就叫陳馮富珍 換言之中國神組在十年前 就已經滲透了這個組織 一直都是他那些人去做的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中國搞大撒幣外交 所以他擁有大批的阿非拉友好邦交國 當在選舉世衛總幹事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是擁有一票等值的 美國有一票 這些非洲國家有一票 在這樣的時候就大劑了 中國說要灌票給誰 那個就贏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把世衛組織的制度根本上來改變他的話 純粹說靠換人 就只會換來下一次失望 因為換來換去 都只會是跟中國友好的人做這個的崗位 這個情況就有點像香港的政制了 喂 在五年前我們都以為 梁振英做香港的行政長官 就已經是史上最差的了 誰知道不是的 現在還來了一隻林鄭 一山就還有一山低 喂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爭取到這個真相普選 只是叫林鄭下台 根本上就是不到位 他下台可能一時之間會消氣 但下一個上台 其實他都是中共接受的人選 一天你沒有真相普選 其實換來換去都是沒用 至於特朗普總統提到 他都說考慮暫停對於世衛組織的資助 其實是對的 因為美國根本一直以來就在做冤大頭 做老陳 根據上年度的數據顯示 原來美國所佔的捐款 那個份額是去到百分之二十四點八 即是接近四分之一 金額就去到2.37億美元 如果以一張桌來計算 美國就頂起你一張桌腳了 如果他走了 你這張桌也會塌了 日本就捐第二位 九千二百六十萬 中國就第三位 七千五百八十萬 但是他這個槓桿就玩得漂亮 錢捐得少 但是那些人就夠多 邦交國又夠多 所以真的厲害 中國真的 中國的捐款佔比是多少 百分之七點九 抵到爛 所以美國真的要考慮清楚 如果這個世衛搞不定 就另外建一個組織出來 無謂跟這個WHO繼續玩下去 沒有意思 對不對 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都取笑WHO 說他不是這個世衛組織 而是CHO 是中國的衛生組織 好 接著再說說另一件事 在今個月初的時候 台灣和捷克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說要建立防控夥伴關係 將會針對快篩檢測試劑 疫苗 藥品研發和醫療物資交流展開合作 但是這個舉動引發到 中國駐捷克大使張建敏的不滿 根據捷克媒體的報導 原來這個張建敏大使 在會議捷克外長的時候說到 強烈反對捷克和台灣進行有關的合作 捷克可能因為這樣 而承認了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 儘管這個中國駐捷克大使 作出強烈交涉也好 捷克方面 仍然會按照原定的計劃 和台灣合作 而且說明 就說要吸收台灣專家的經驗 當然會激到這個大使跳跳窄 實情這些交流 都無關政治的 是純粹醫療的交流 怎會無端端又拉扯到台獨問題上 更何況就是 台灣和捷克簽署的合作聲明 其實很可能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來簽定 和所謂台灣的獨立問題 是兩馬子的事 然後不單是捷克 還有就是法國 早前我們也有說過 法國有86位議員 曾經聯署一封公開信 呼籲世衛組織 要和台灣展開全面的合作關係 這封公開信 當然使得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不滿 總之他們的駐外機構 全部都很不空 中國外交部 相信是全世界最忙碌的外交機構 好了 這個中國駐法國大使 到底在說什麼呢 這篇文章說到 我懷著極大的好奇心 拜讀了新觀察家周刊 在2020年3月31日發表 由86名國會議員和40名法國醫生學者聯署的文章 世衛組織應與台灣全面合作 試圖從中獲得國際知識和國際法的營養 不過讀完後就很失望 這篇錯誤百出滿子荒唐的文章 不僅不能與人啟迪 反而具有極大的誤導性 更嚴重的是 他暴露出簽署這篇文章的人 國際知識極度貧乏 邏輯思維十分混亂 政治動機十分可疑 真厲害 本來你一個人踩上86名法國民選議員 簡直是比美慈禧太后當年領導大清帝國 向世界各國宣戰 這個地圖炮是一樣的 這篇文章繼續說 這班傢伙開口埋口 就將台灣稱為國家 為他未被邀請參加世衛大會 而名冤叫屈 誰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聯合國?法國? 世人皆知的國際知識就是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世衛組織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 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夠加入 台灣既然不是主權國家 自然就沒有資格加入 簽署這篇文章的人 連基本的知識都不懂 豈不是讓人笑掉一隻大牙 這個說法 其實正正就是 香港特區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的說法 是如出一切 但是你的基本立論是有誤的 世衛組織的而且確不是規定 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 有一個主權國家就沒有加入到世衛組織 這就是歐洲的列子敦士登 而世衛組織當中有兩個正式成員 又不是主權國家 分別就是屬於紐西蘭的紐埃和富克群島 你們麻煩你搞清楚 到底世衛組織裡頭有哪些成員才能說出 你那些一中原則 你邱騰華局長 你這樣走去組織港台 其實根本就是在擦鞋子 因為你所說的那些說法 和現在中國外交部 周圍和人說的那些什麼一中原則 是一無分別的 說起這位邱騰華局長 原來他不單止針對那名港台女記者所提出的問題 而且還說港台另一個節目 叫做《台灣故事3》 都有問題要正視 實情有什麼問題呢? 原來在這個節目當中 講述了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 和台灣斷交之後的情形 以及就是 布基納法索的留學生 在台灣學習生活的情況 龐伯用了兩個邦交來形容 布基納法索和台灣的關係 又違反一中原則 大哥 怎樣違反一中原則? 事實上 當時這些國家就是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 他們兩國去簽署一些條約或聲明的時候 是由兩國外交部人員去簽署的 是正式的文件 目前中華民國在全世界裡 還有15個國家承認它的存在 有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呢? 你這個香港特區政府又走到台灣租到地方 又叫做什麼? 經貿版? 愚蠢 那你是不是要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 如果你不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 你在那裡租地方把屁嗎? 那你不如接近它吧 你的職涵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不是政治局 麻煩你不要不務正業 簡直就是無是生非 就算當年老毛的年代也沒有那麼霸道 最多在人家的姓名中間加個匪字 對不對? 也不會不承認 兩國的邦交唯有正式文件簽署 你怎能否否定 我想請問你不用兩國的邦交 用什麼去形容它? 兩國的交流? 很愚蠢 邦交就是邦交 是有一定的儀式 一定的規範 別人都做到了 客觀存在的東西 是無法否定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